健康的饮食均衡的运动也可以降低失智风险 由失智照护志工队 乌克利利教学志工表演怀旧主曲 以及哇哈哈医治话剧志工团 表演什么是失智症的趣味话剧 热闹开场 主要我们这里面包含了有上千种的题目 然后包含视觉的跟听力的题目 所以它就是一个很丰富的题目 然后它又可以分成不同的单元跟不同的难易度 然后所以我们可以就是试用不同的使用者它的程度 对所以可以帮助我们从训练一直到延缓失智这样子 它有几个过程 它就是说比如说我们 它让我们去认识一些图形 认识我们看的跟就是说要我们选配出来 然后还是说我们做那个组合 能不能很快的组合起来 我觉得它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 它是一个可以激发自己的自己脑里的 就是可以激发一些能力出来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 你会把心思放在上面 你会让自己觉得说变得很灵活 你会去思考里面它有什么题目 因为它有一些它设计了很多 包括眼力 然后就是反应 反应方面 那我觉得做完之后 你会你自己有那小小的成就感 失智不是正常老化现象 大家要有警觉提早发现出其症状 以免延误治疗的时机 平常透过饮食均衡 规律运动 控制山高的健康生活形态 可以来降低失智的风险 十方新闻规文许建议高雄采访报道